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簡稱香港國安法於2020年6月30日刊憲生效 立法目的是防範、制止以及懲治 與香港特區有關的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 組織實施恐怖活動以及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等 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 分裂國家罪是指任何人或組織、策劃、參與 或者實施旨在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的行為 包括 將香港或中國其他任何部分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出去 非法改變其法律地位 將其轉歸外國統治 無論有否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 亦屬違法 顛覆國家政權罪是指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 參與實施旨在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 包括 推翻 參與實施或威脅實施恐怖活動以脅迫中央人民政府、 香港特區政府或國際組織又或威脅公眾 以圖實現政治主張 具體行為包括 針對人的嚴重暴力、製造、非法管有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 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以及以其他形式準備實施恐怖活動 亦屬違法 另外 宣揚恐怖主義、煽動實施恐怖活動都屬犯罪 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是指為外國或境外機構、組織、人員、 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涉及國家安全的國家秘密或情報、 即屬犯罪 若請求或串謀以上單位直接或間接接受他們的指示、控制、 資助、從事操縱香港選舉、嚴重阻撓政府政策、 對中國或香港進行制裁、封鎖、 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都屬違法 另外 如果以各種非法方式引發香港居民 對中央人民政府或香港特區政府的憎恨 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亦同樣屬於危害國家安全行為